香港开会开埠以来的第一宗 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试着去做 我们不可以参考以往的案例 我们去做的时候 更加不希望今次的处理手法 会是一个坏的榜样 令到将来再发生这些不幸的事件的时候 以我们作为一个不好的借鉴 所以变成我们更加希望在这件事上 得到一个比较妥善的处理 其实我经常觉得就是说 不仅是香港政府也好 中国政府也好 如果我们再有事 每一天都有香港人去旅行 我去旅行 你去旅行 我们这些朋友去旅行 其实你问回再发生事的时候 你还有没有信心 香港政府真的会帮你 其实这一件事才是一个 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两年前去菲律宾 即是一周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说我们有四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道歉 我想道歉这一件事是最基本的尊重 最基本的 第二个就是一个合理的赔偿 始终有人命损失 还有也有很多人 其实现在还在受伤他们的伤 第三个就是对于 令到这件事发生的官员 负责任 这一件事我们简单地说 杀了人不可能是有好事 第四个就是一个改善 在安全旅游措施如何以后防犯呢 变成了道歉赔偿 问责改善 有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基本责任的承担 他们尝试主动接触我们就当然没有了 其实我们都有尝试接触的 不论你看之前我们去领事馆 又或者是在早之前不断有什么出信 给他们司法部 但是其实那个回复都是没有什么的 实际是不回啊 还是说是回复的 都是一些官腔 好像梁振英回复的改善家属那样 类似啦 传了一封信给他 收到啦 收到啦 接着过半年之后就跟进一下了 跟进着 香港政府呢 你们又有没有跟香港政府那边 就是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帮你们跟进一下呢 当然有啦 很坦白说 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市民 甚至是所谓的政治啊 怎么去处理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根本真是不懂的 这件事这样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想事发的时候 我们是相信 哇 这件事搞到这样 政府怎么都要做些事 接着就去到 试一庭做完 之后我们就再去尝试 咦 怎么去追呢 但是奈何 这两年多 其实政府都是相类似的说法 甚至乎其实好像黎同国局长 两年多其实都是跟前日说的差不多 一直以来 我们跟黎局长谈的时候 哦 是的 政府都一直都很支持你们的 那时候变成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唯一要求的就是发援 但是奈何 去到最后 他们都是不批的 以我所知就简单一句 他们觉得是批发援给我们是不合理的 我们最希望政府在这件事上面 真的做些事 很坦白说 如果你自己的政府 自己的国家都不理你的时候 其实外国人用不理你呢 那我们以后香港人的尊严 从何而来呢 他们所谓的政治压力 某程度上都有的 但唯一比较难以理解是因为 同类型 你说同政府去拗的 很多 但是某程度上又因为可能 咦 他们又要帮我们 帮香港人打回自己 这是困难的 对啦